炎龙神风撕裂天际 愤怒咆哮的白色巨蟒 裹挟着无处发泄的满腔怒火 是要将鬼王五惨撕成碎片 面对蛇助与炭治郎的联手围攻 五惨也有些气急败坏 受老化药物的影响 他的攻击速度正在不断下降 这该死的毒药究竟何时才能分解完毕 炭治郎在无数触手中腾膜躲闪 此时的他也同样是苦不堪言 他的体力严重透支 没办法开启通透世界 尽管人数占优 但战况依旧凶险 就在炭治郎思考作战对策时 突然看到五惨身体发生了某种变化 无数触目惊心的刀口撕裂皮肤 从五惨的身上蔓延开来 五惨整个人彻底傻了 在老化药物的作用下 五惨的自愈能力大幅退化 竟让他露出了这种丑态 炭治郎瞬间瞄懂 这就是纪伯源毅当年留下的伤疤 即使已经过去百年时间 这些伤口也并未痊愈 还在不断灼烧着五惨的细胞 他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被这样的生物逼入绝境 他鹤刀斩出的伤口也无法恢复 就像太阳一样散发光芒 数百年来还在不断灼烧着五惨的身体细胞 仅用一次斩击 就给我留下了终身无法治愈的伤口 这简直是有违世间常理的谬言 真正的怪物并不是我 而是那个叫济薄源一的家 五惨的弱点显露 让炭治郎战意迸凡 大家豁出性命战斗 终于将五惨逼入绝境 我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亲手将五惨打入地狱的最深处 这时杜鸭再次开口播报 距离日出还剩最后40分钟 听到播报的五惨脚尖一点 整个人突然原地消失 短暂的惊讶之后 炭治郎才终于反应过来 五惨居然放弃战斗 毫无尊严地逃跑了 炭治郎跟在身后紧追不放 同时还大喊着小巴内的点 绝不能放五惨逃出战场 小巴内也是牙关紧咬 没想到五惨居然说跑做跑 撤退得如此干脆 不过想想也对 五惨既不是拥有强烈自尊的武士 也没有人类该有的情感 他只是一个执着于永生的生命 当战况不利又感受到日出威胁时 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转身逃命 五惨逃跑的速度很快 和炭治郎的距离也越拉越远 炭治郎咬牙切齿 难道真要被五惨逃掉了吗 那之前战死的那些人不就白死了 眼看就要逃出街道 五惨也是突然守剑 自己逃命也就算了 还要将鬼杀队员的尸体全部撕碎 这鞭尸的举动让炭治郎更加愤怒 直接捡起地上的日轮刀朝五惨丢了出去 弱化的五惨已经不敢再用身体硬扛攻击 当即停止逃跑 挥动触手将日轮刀全部绞碎 炭治郎口中咬住刀刃 一边朝着五惨迅速靠近 一边将手中剑刃再次丢出 在五惨集中经历抵挡飞剑的同时 小巴内已经从上方绕后 手中日轮刀贯穿薄梗 这一剑直接封喉